话题人物话题焦点继续再来看涉嫌行贿法官的前立委何志辉 先来看他到底怎么逃脱的呢 周刊报道说何志辉住家旁边的防火像被铁皮给封住了 从外头看不出来防火像内的一举一动 何志辉可能就是从防火像这个密道进入了邻居家落跑的 不过呢今天我们记者也找到了这个邻居 这邻居说其实何志辉人员很差 邻居没有人想帮他吧 从这门看前立委何志辉的住家没什么异状 但绕到后门一桥 这个逃生梯是检调怀疑何志辉跳窗的辅助工具 但跳窗后何志辉从哪里淘宝没被发现 原来何志辉家跟邻居中间还有一道防火像 这可不可能是何志辉的秘密逃生通道 什么叫密道 简直这些周刊那些杂志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坦荡荡的干嘛射密道 是不是又不是怕人家追杀 真的坦荡荡何志辉怎么会落跑 仔细查看这个防火像像子被两道铁皮围起来 铁皮门一道从里面锁死 另一道从外面反锁 如果何志辉跳进这里面 唯一能逃离的就是透过这道门 何志辉的邻居把门打开 要让外界看清楚防火像内状况 因为剪掉了勘查怀疑让他们很困扰 何志辉怎么落跑的还是谜团 但办案人员放话 查出何志辉不仅买通法官 还透过立委找门路打通关 那何志辉能够找上法官 能够去行贿法官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是有钱就可以行贿的 最终要有通路嘛 每天透过媒体放话的 这个告诉大家进度的这个做法 其实坦白讲一方面违反侦查不公开 一方面是要向舆论做交代 立委要剪掉抓人 别只是放话 毕竟这消息一出 立委人人都成了嫌疑犯 明星文中文报道 明星文中文中文中文用